大家好 我是小林 每天给大家最新鲜 火爆好玩的中国经济 华语消息 今天全崩了 而且是越崩越快 是加速下跌 现在种种迹象表明 真正的崩盘 真正的下跌 开始了 明天搞不好就跌破3000点 而且聚焦现在这个中国经济 就一个关键字告诉大家 方方面面都体现出来 这个关键字 啥关键字 超预期 这个经济的衰退 而且可视化 大家都看到这么差劲 是远远超出大家的预期 包括现在把呼吸镜扔出来 大家没想到 胡锡进其实一点 号召力都没有 真相信胡锡进的人 有几个 最起码相信胡锡进的人 对中国经济 现在各个股市 他不是号召大家买股票吗 没有影响 所以对于中国经济 这个衰退的速度 还有深度 形成了什么呀 两个字叫做共识 就是中国人很多时候 他是不讲真话的 因为讲真话有危险的 包括官员 官员天天也说 这个我这个年纪啊 我这个我最讨厌的贪污腐败了 他自己的贪污腐败 你很难讲 他讲的就是真的 包括网上还有这么多五毛粉红 有有很多是网评员 有很是收钱干活的 这网评员背后 他可能也也是把自己孩子送到美国去了 所以究竟还有多少人对这个国家有信心呢 我们还是看市场表现 为什么我们反反复复说市场表现 就看现在这个市场啊 中国共产党真的是没有几天的 是没有人有信心 大家形成了广泛的共识 虽然看这网上很多五毛粉红很讨厌啊 这个都胡说八道的 实质上有几个人真在买股票啊 但这共识的真正的方向是值得我们注意 一旦形成一个 你看现在华尔街也全翻车了 全反水了 这个方向一旦形成一个巨大的惯性呢 那真正的大崩溃就开始了 前面这些都是前夕而已 我们看看今天市场的表现啊 A股三大指数今天集体跳水啊 户子跌1.3% 把昨天的稍微尾盘反弹的全部跌回去 而且创新的 证明什么 证明昨天这个反弹是又多吗 所以我昨天晚上大家不得不服啊 这小林财经我是很冷静的看问题 昨天晚上大家可以去看我视频里面这么说的 我说不反 偶尔这样反弹一下反弹一下 怎么把人掏进去 就是把人忽悠进去 都是安排好的 这是精心设计的一个局 那想想这个位置3000点啊 还在又多啊 还在忽悠人进去 那证明真的是下面空间是巨大的 深层指跌2.14% 越跌越快了 一万点剩下一点点明天就破了 一万点真的是明天就破了 深层指还跌的比较快 上证指数还在苟延残犬 使出了浑身解数 都涨不起来 就这么差 现在是很差 也不是开玩笑的 今天成交量就七千年五十九 还是就是没人完 北象资金我都记不起来 已经多少个交易连续在卖出了 今天是近卖出一百零四点六一 一百多个亿啊 外资已经连续 连续可能有个二十天了 上次我记得我们说的十五天了 天天都在卖 天天都在跑 所以高盛文等一下就说高盛啊 然后行业板块也是全 几乎都是全部绿了啊 全部全部跌了啊 外面绿是涨的啊 就就中国绿是跌啊 然后航天航空呃光伏设备 能源金属传播制造 证券地产全部下跌 现在比较麻烦的就传统行业基本上倒了 新鲜行业也不行 我们等一下说比亚迪的事情 也就新旧都不行 中国没有方向 就现在比如你银行就是给大家贷款 贷款50万做什么生意啊 我不知道啊 你给钱我都不敢做 在中国说句话题呢做什么生意啊 说不出来 以前你说啊搞搞电商啊 搞搞直播啊搞搞 现在都不让搞了 前几年还说搞培训 现在说不出来 真的说不出来 然后4850只股票下跌啊 现在跌跌跌梦了啊 这个倒下一大片啊 券商古大跌太平洋 证券啊盘中跌停 性创概念正正正当走弱 其中这个中字头啊 现在中字头也跌了啊 等一下再再再详细说 这中字头 习包子自己的习家军都在跌 跌停吧 啊 主要是什么呢 主要是在纳斯达克上市融资套线这一块 华尔街有巨大的利益 之前我们都分析过中国有一个很好的模式 就是把外国一个产品抄过来 外国搞了个星巴克 我搞个就就类似的东西 然后给星巴克穿穿小鞋差不多 星巴克比较还餐饮还能进来啊 你比如就一些聊聊天软件 社交软件 我就不让你进来 中国就抄袭一个 然后就有十几年的市场一坐 然后往美国上市 所以所谓中国超大市场这个概念 现在习包子天天在说 是依附在华尔街这种套线的模式 它才有用 如果没有了在华尔街套线这个模式 其实这个市场行不通 为什么 因为这个市场本身是不赚钱的 台中国套线赚钱的 因为中国的消费力其实很弱 但它有一个市场 好像假模假是有个市场 它可以讲故事 可以讲故事在股票市场上面吵吵 但是真拿它做生意的话 它会亏钱的 所以跟华尔街现在闹掰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 现在回头看啊 就滴滴那个事情 所以习包子全是它自己搞砸的 本来跟华尔街这个关系是非常铁的 华尔街也有钱 有钱它就会揉睡美国的这个政治界 所以以前这个模式是OK的 但习包子亲手埋葬了这个模式 所以这很要命 一旦华尔街跟中国彻底闹掰 我都想不出来美国还有谁现在给中国讲话的 我感觉都没有了 现在是全地球员都讨厌中国 这不开玩笑 中国所以这个习包子去南非 然后这个等一下再说南非 再说说这个证券日报 你看就跳出来再弹起A股的脊梁 又又来了 因为去年一月份的时候 它是发了一个叫做停起A股的脊梁 当时就就说到了 这股市肩负重任啊 打个什么直接融资没有了股市是不行的 股市不能倒 反反复复提这句话 现在现在很麻烦那是什么呢 提这句话现在起来一个反作用 大家都知道你要融资 所以这个市场是没有希望的 现在一涨起来就融资 所以我就说他天花板摆在那里 你说怎么办 现在一吵起来他就想融资 现在房地产为什么大家完全不敢进去 吵现在房地产一旦活了 房地产税就懒 都在等着 那谁敢把房地产真旧起来 真旧起来就争房地产 所以呢 那谁当这个冤大头 没人当这个冤大头 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逻辑 也没人敢进去 所以这通整个逻辑被破坏 大家要知道啊 现在是 所以没人搞没人炒的 包括房地产 包括股市 没人敢真把他吵起来 大家都在说谎 我说中国人是很擅长于说谎 不是跟你关系真非常好 一般中国人在外面很多说的都是假的 或者说他他就糊里糊涂就顺口开河 他都没没当回事了 他这个人家反 反正他这个张嘴小日本 实际上他是不是真的很讨厌日本 未必 他就就习惯的是张嘴就来而已 明白 他心里面真的怎么想的 这个你送他一个日本老婆 他高兴的 不得了 对吧 所以 是吧 或者你你请他去日本玩吗 那他马上就去了 所以说中国人是很复杂的 中国人真真实的想法 然后这个 里面今天主要还是地产 地产就就崩的不成样子 我们要留意的是万科 年最基础最基础 是央起万科 都创出新低 这象征什么 象征这个就是全面失败 整个就是全全失败 没人听中 现在把个胡锡进拿出来 所以我们要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发现原来没人听是胡锡进的 原来他们的流量都是假的 真正的八斤 胡锡进出来让大家买股票 你看没人买股票 习近平出来让大家买股票 习近平出来让大家买股票 没人买股票 发现了 有人买苹果手机吗 苹果在中国销量还可以吗 所以这很奇怪 证明现在没有人真真正喜欢细胞 这很多网友都说了 现在公务员干嘛 哥哥都想造反了 现在 真的 哥哥这个想 所以细胞子为什么去到哪里 把把路全清了 真的是哥哥想做掉他 现在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 所以细胞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这个 今天这个负利地产 负利地产跌破一块钱 沦为仙股 现在仙股多了 还有雅居乐 雅居乐公布了最新的这个业绩 业绩亏损32到37个亿 一个个现在缺钱缺的不得了 负利地产被合作方申请破产 7月中旬的时候 资产不足缺乏清偿能力 然后法院不受理 法院不受理全堵在这 中中国特色 天眼查显示负利地产已经被执行超过百亿 并且近期承认商票预期公司销售和融资业务低迷 面临整体 面临一定的流动性压力都不是一定的 现在都跌成仙股了 一个个 离万科成为仙股那看来不远 里面全部亏的一塌糊涂 除了这个雅居乐 你看雅居乐亏32个亿 到37个亿 房地产经营环境欠佳 销售放缓 销售面积下降 毛利率下降 出售权益录的亏损 这个是整个资产都是下降的 由人民币贬值 导致他们的汇兑的损失 今年上半年 房企出现大规模的亏损 里面碧桂园亏的最多 450个亿到550个亿 成为最厉害的第一 就亏一千个亿 今年讲 碧桂园上半年亏550 下半年估计更差 不得了 下半年就直接亏个一千亿得了 而且老板有动力把他做亏 亏得越多也好嘛 现在这么麻烦 干脆就多亏点 多亏点 可能洋老板自己还一身轻松 是吧 然后这个建业地产 亏10个亿到5个亿 没亏个100个亿 现在不要说话 勇创中国亏150到160 洪阳地产 亏25个亿到30个亿 中粮 亏损5000万 这个规模很小 央企亏损 这个比较令人惊讶的是华侨城 华侨城也亏损了 那是不得了的 12个亿到17个亿 因为这个深圳的华侨城我去 哇 还是不错的 还是不错的 里面住宿啊 方方面面都挺舒服的 12个亿到17个亏损这么厉害 我估计那些游乐游乐场也没 那那话没人去了呗 现在大家都没钱啊 那高档项目玩不起来了 公司销售不上嘛 这个房子也卖不出去了啊 然后降价促销降价促销的整个资产就减值了 我说这个大量的减值 真正拉近减值 这个整个中国没了一半 远洋啊 远洋地产我们说过了 今年亏170到200个亿 亏损扩大几十倍 保利也下跌 你看保利的利润下跌50% 所以就全部不行 然后就面临八九月份 可能还面临这个债券偿还的一个高峰期啊 现在救世行动有没有效果 没有效果 他也拿出了一些措施 你比如今天太原市还刚刚发布了一个呃 支持居民购换住房三西太原 证明三西是彻底崩溃了 因为政府宁愿不收税也想吃鸡 已经是很大力度了 呃支持居民购买这个 住房退还个人所得税 就是他出自换 自换的时候一年之内把房 呃在太原市卖了 你不要搬到别的地方去 你还在太原市重新买 这种自换原地自换呢 他就免除个人所得税 所以力度还是空前的 呃什么贷款啊 这方方面面都很支持了 但是 没有效果 一点效果没有 整整个就是全面失败 还有这这什么支持民营企业家呀 等等等等 确实招出了不少都出不完啊 啊 这个这个这真都到头了啊 然后太原市人民政府啊 就也就这样了啊 他就若干措施啊 嗯 很奇怪啊 很奇怪今天这个官方媒体啊 这国务院直属的 国务院主办中宣不管你的经济日报啊 经济日报又出来放风 放啥风呢 虽然现在房地产困难 但是当前仍然要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 这也是很奇怪 这民中央里面 他有点乱 嗯 又怕放得太松了呢 打了细胞纸的脸 所以 现在 他这样一说大家就更没底了 房地产真的是晚了 那这这是房地产 然后我们聊聊 嗯 一些中字头啊 中字头今天是全线跳水啊 中国软件跌停板 中干国际 中航电测 中铁装配 中国交建 中财国际跌幅剧险 里面 我一直在黑的啊 黑什么的 比亚迪 比亚迪 最近有这样一个动作啊 我们看到他比亚迪在日本开设的分公司啊 比亚迪位于日本东京的首家展厅啊 叫做BYD Auto啊 在池袋 在池袋开设了日本东京时代啊 开设了首家展厅啊 将于8月26日正式开业 展出这个最新车型啊 这个面对 日本在日本搞一个车型的还叫圆 哎呦 我去这这玩意 这是不是已经在改名的乱改一通 你是不是真想卖你这车 哎呦 这这真的是啊 所以这个比亚迪啊 想想卖到日本去 这一个没什么竞争力 但他还想打开日本这个市场 为什么呢 比亚迪基本上就进不了印度 新兴市场最大的一块他进不去 中国基本上不行 他现在连日本都想进 日本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市场 说真的 虽然日本消费力不错 但是 日本的汽车市场是相当封闭 因为本来日本就是汽车生产大国嘛 所以有很成熟的市场 外面不太也是个硬骨头 应该这么讲就外外资力 包括大众 但大众算是很强了嘛 他想进来日本市场都很难的 他干脆放弃 能卖多少 卖多少 就是这包括你这大众都没开几个分店 所以比亚迪现在居然想来日本开拓业务 我都觉得他没招了 证明国内很困难 他急于开拓外面的市场 但是外面市场不给他开拓 日本为什么想来日本 因为日本比较没有设门槛 应该这么讲 日本因为他不是正常国家嘛 到现在为止 都就就恶战之后就 比较开放 其实日本的资本开放程度很高 想来做都可以做 他没有说什么限制什么行业都没有 他就日本 连一个国家的媒体都没有 因为他恶战战败 连国家媒体没有了 没有什么中央人民电视台 没有了 日本没有这些东西 你发现 所以这个是很容易进来 他没门槛 就没有限制 应该这么讲 不是没门槛 没限制 所以都试试吧 你看就现在就这么糟糕 所以这新兴行业现在都遇到很大的瓶颈 然后值得一提的是还有这个中国中缅 机场这些概念全部都天天都在跌 都在创新高 这个创新低 这个白云机场 白云机场跌停满的 连续三天 往下破位 这很可怕 这很可怕 这证明 危机比我们想象的都要大 就国际贸易这一块 今天很多人在说习近平缺习 他专门飞到南非去 然后又缺习 是不是因为长途拔泻 然后身体不好 也有可能 但由于国家领导人坐的飞机还是比较舒服的 他是一个人一个人的这什么医生团队 医疗团队在飞机上 配着给他 一大个飞机一个人坐 你知道吧 里面像一个大厅似的 其实跟我们 这坐飞机可不一样了 所以他应该来讲 他有床什么都要 我开玩笑 你说他因为坐飞机太劳累 我感觉也未必 他上面有厨房啥的 专门给他做 所以 还有化妆 死里 我就看出来习近平画了个很浓的妆 化妆每次都不知道为什么很喜欢涂紫色的口红 这个细胞就像像镜棺材一样 那么整天涂紫色口红 不知道为什么呀 反正 但是啊 反正就 劳累 但是可能他身体也不好 习近平身体也不好 对他他很奇怪 他在我们看到他发表了一个什么呢 在金专峰会上面发表了一个中国经济韧性很强 专门给他好哥们专门说这个话 我觉得是很奇怪的 证明什么 他他要强调这个东西 他去到南非专门强调这个东西 证明什么 如果中国经济不行 没人看他脸上 一个普丁丁不能去 然后他去到 所以他还是比较寂寞 然后比较孤立 连南非金专峰会 可能大家都都跟莫迪打好关系 又印度又然然升起啊 然后他感觉比较寂寞 我这不是叫寂寞吗 还是叫比较失落吧 没人跟他玩 中国现在没有利益 华尔街都软离中国了 所以 最后还是回到这个共识 一个他衰退超预期 一个形成共识 大家也没指望中国能能挠什么的 就是 一旦大家都软离他 他就确实不行 先说那么多吧 觉得不错的打开小铃铛 拜拜